欢迎收看小鱼音品课堂 这堂课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啊 全新的芒果沙冰系列 霸气茫茫水果冰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啊 他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 一个呢是茉莉小白亚的茶叶 一个是综合水果茶酱 芒果酱 果糖 我们提前啊做好的一个桂花洞啊 还有呢椰子丸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啊就介绍完了啊 首先呢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去泡茶 大家呢仔细的看一下哦 好首先呢我们取一个凉杯啊 我们在凉杯里面啊 放入我们50克的茉莉茶叶 我今天演示的这个茉莉茶呢 是我们非常好卖的一个茉莉小白亚啊 放入50克的茉莉茶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取一个凉杯啊 接入1200毫升啊 这个热水 接入完1200毫升热水了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拿个温度计啊 给它稍微冷却一下 冷却到70到80度啊 茉莉的水温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非常的热啊 泡出来的茶叶会比较色 一般70到80度啊是真正好好的啊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这个呢演示的是一个比例啊 大家做的多呢比例啊是可以放大的啊 我们这个茉莉小白亚啊 泡出来也是非常清香的 好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的水温啊已经到达80度了啊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这个水啊直接倒入到我们这个茉莉茶里 然后呢我们盖上盖子啊计时8分钟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毫升啊跟克啊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啊 毫升呢是容积单位啊克呢是重量单位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取一个凉杯啊 我们在两杯里面啊放入800克的冰块啊 放入完冰块了以后呢我们取个茶袋啊放入上面 然后呢我们就等待啊这个茶叶给它泡好啊 在这里跟大家说啊 刚才前面呢跟大家说过啊 我们这个比例呢你要做的多啊就放大 你可以放大两倍啊三倍啊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你一放大它的所有的数字啊你都放大 但是呢它的泡茶时间啊你是不要放大的啊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等待啊这个茶叶的泡茶时间到 好泡茶时间快到了啊泡茶时间到 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茶汤啊给它过滤出来啊 大家看我们过滤的时候啊这个茶袋啊要慢慢的往上提 最后这个一滴一滴往下积的这个茶汤啊就不要了 过滤完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茉莉茶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子呢我们的茶汤啊就泡好了 泡好的这个茉莉茶呢五个小时之内呢是最佳的 最长呢是保存一天但是呢不能过夜哦 茶汤呢已经教大家泡好了啊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制作啊 500的和700的我们都会浇的啊 首先呢来浇一个500毫升的量 我们呢取一个沙冰机啊 在我们的沙冰机里面呢放入综合水果茶酱30毫升 芒果酱15毫升 果糖啊10毫升 然后呢我们加入啊茉莉小白亚的茶汤80毫升 这个时候呢加入250克的冰块进去啊 然后呢给它击打均匀 击打均匀了以后呢啊我们取一个出品杯 在我们的杯中啊放入桂花洞啊还有椰子丸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把我们制作好的沙冰啊 直接倒入进去啊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上面啊给它盖上盖子啊 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呢大家想啊更好看一点呢 你也可以放一点水果啊放进去 这样呢作为点缀啊会更好看啊 好了我们再给大家呢做一个700毫升的量啊 我们取一个沙冰机 在沙冰机里面啊放入综合水果茶酱40毫升 芒果酱25毫升 果糖呢15毫升 茉莉茶汤啊100毫升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啊350克的一个冰块啊 给它击打均匀 击打均匀了以后呢我们取一个出品杯啊 在杯子里面啊放入桂花洞啊还有椰子丸 然后呢我们把制作好的沙冰啊倒入进去啊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呢又放了一点西瓜啊给它作为点缀啊 你也可以呢放入其他的水果啊作为点缀啊 会更加好看 然后呢我们可以盖上盖子啊 大家看一下 这样呢我们的一个啊霸气茫茫水果冰啊就做好了 它在夏天喝呢是非常的冰爽啊 而且呢隆隆的芒果味哦 好了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了 大家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给我后台留言哦